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13集 这灵药三节甚至还有一些朦胧之感 就连品质也都惊人 居然不是下品 而是达到了中品 白小春惊喜 立刻压下对兔子的郁闷 将这丹药拿在了手中 越看越是兴奋 到了最后 白小春深吸口气 双目闪动 这是一枚 可以改变万蛇骨命运的灵药 一枚灵药 就可以让此地所有的蛇 全部闭嘴 白小春傲然一笑 可却再次想起了兔子 心底遗产 迟疑时听到了阵法外 那些蛇的刺耳思鸣 还有阵法上传来的 碰碰的撞击之声 郭早 白小春一瞪眼 心头一狠 立刻取出归文锅 他居然要给这丹药 列灵 而且不是两次 耳水 耳水拿出了不多的灵尾 进行了三次裂灵 荧光闪耀 三次裂灵后 这丹药的杂质 飞速的减少 赫然从下皮 到了幽皮 拿着丹药 白小春走出石石 站在了阵法中 看着外面无数的蛇 向自己喷出毒影 又看着黑影晃动 阵法被持续撞击的一幕 半年前 你家白爷爷曾说过 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 记住 这一切是你们逼我的 白小春右手猛的一挥 立刻这丹药急速的飞出阵法 落在了群蛇之中 丹药内 白小春特意的加入了一滴 自己的鲜血 使得此药刚一落下 就让无数的蛇迅速的冲去 争先恐后的要去吞噬 很快的 一条堪比拧起似曾的花眼蛇 将这丹药直接吞入口中 身体猛的一阵 就连双眼都露出了 奇异的光 白小春立刻振奋的望去 可就在这时 突然一条凝起八层的血神蛇 强横的冲来横扫四周 使得不少蛇血肉模糊后 这血神蛇一口 竟将那花眼蛇吞了下去 白小春睁大了眼 赶紧看向那条血神蛇 此蛇冷眼凝望白小春身体慢慢游走 到了远处一块岩石上 弹起蛇阵 白小春有些紧张 慢慢的等待下去 一注相吼 那条血神蛇忽然身体一阵 仿佛要张开口撕鸣 可明显的 在他张开口时 他的口中居然出现了无数的粘稠之物 拉出了很多的撕鸣 仿佛 粘在了蛇口内 使得他张口的动作很是艰难 白小春一开油笑 立刻狂喜 等待灵药的第二个功效发挥 又过去了一注相的时间 那条血神蛇的口中粘稠更多 已经张不开了 他的眼睛鼓起 原本冰冷的眼 此刻在这鼓掌中居然如金鱼一样 里面露出的是茫然 这个样子的他 看起来居然不是那么凶狠了 而是有了一些可爱 很快的 居然有砰砰之声 从这条血神蛇的体内传出 他的身后居然如放屁一样 排出了无数的气体 这些气体都是粉色的 浓郁 凝聚成了雾 向着四周瞬间扩散 这砰砰之声不断 那血神蛇的排气 仿佛没有止境 在白小春的激动兴奋中 这血神蛇居然连续一整天 都在排气 整个洞穴内除了阵法内 全部都弥漫粉色的雾气 这些雾被其他的蛇吸入后 渐渐的那些蛇也都口中分泌粘稠之物 眼睛鼓起 随后居然也都开始排气 这砰砰的声音 到了最后如同闷雷 在这整个洞穴内不断的传开 随着雾气的扩散 很快的 所有洞穴内的蛇都是如此 甚至就连最深处的 那让白小春觉得恐怖的目光 也都在这一刻 焕散 而后 传出了更强烈的 喷喷声 数日后 当雾气全部消散时 白小春站在阵法内 方眼看去 整个蛇洞里一片寂静 没有死鸣 没有毒液 所有的蛇 全部都嘴巴被封住 眼睛鼓起 露出茫然 白小春在阵法中扬天大笑 许久才得意的抬起下巴 自然而然的露出了高手寂寞的忧郁之意 小秀一甩 哼 我白小春弹指间 万蛇骨所有蛇 全部闭嘴 这枚有着纪念意义的灵药 我白小春将其命名为 闭嘴丹 他一脸高手寂寞 走出了阵法 走在群蛇之中 看着四周一个个样子可爱的蛇 他心中都笑开了花了 可就在他这里的高手感觉正强烈 也是忽然的 在他不远处 有一条一部蛇 此刻竟全身瞬间出现了红芒 仿佛滋生了高温 如同便意一样 竟极为暴躁的向着四周横冲直撞 被封住了口 这一部蛇无法嘶吼更为狂躁 在这撞击下 他的身体似乎不知疼痛 很快血肉模糊 可还在撞击 白小春吓了一跳 想要阻止 却发现那一部蛇如同癫狂 依旧撞击 白小春灭色一变 但很快的他就毛骨悚然的发现 四周所有的蛇竟全部在这一刻 奇奇暴躁 全身散出高温 向着四周扭曲的撞击 上跳下蹿 尤其是那条吞下了丹药的血身蛇 更是身体明显的粗壮了一些 猛的疑惑也在撞击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永恒》 在这洞穴的深处 此刻更有一声轰鸣传来 紧接着整个蛇洞内所有的蛇全部暴躁起来 如同疯了一样扭曲身体 甚至还有不少弹气后撞击眼壁 白小春睁大了眼 赶紧退后到了阵法内 可就在他进入阵法的瞬间 这四周无数的蛇有大半都向着阵法撞来 这阵法摇晃时 白小春看着四周那些疯了一样的蛇 头皮发骂 坏了坏了坏了 这些蛇疯了呀 这么撞下去 要出大事 白小春紧张 他的本意是让这些蛇闭嘴 可没想到居然引起了这种副作用 一想到若李清侯知道这些蛇出了状况 必定震怒 白小春心底也是一颤 白小春焦急啊 赶紧回到石石内开启丹炉 取出大量药草 他要再次炼丹去捕救 此刻没有之前的得意 反倒是哭丧着脸 心惊胆战 数日后 白小春双眼血丝弥漫 头发散乱的冲出了石石 他的手中拿着三枚丹药 这是他在这三天不眠不休 抓紧一切时间炼制出的临时补救的丹药 按照他的想法 是可以缓和一下这些蛇的暴躁 争取出足够的时间 让他去炼制完全的戒药 刚一走出石石 白小春就被眼前的一目惊呆了 此地的蛇 此刻全部都疯狂了 不断的撞击一下 眼笔四周无数坑八 还有更多的蛇 依旧血肉模糊的撞击 白小春都快哭了 立刻扔出丹药 这三枚丹药在半空 砰的一下爆开 化作了无数雾气扩散 所有被雾气笼罩的蛇 瞬间就安静下来 不再暴躁 甚至肉眼可见的 他们的身体居然在快速的恢复 十五日后 整个蛇洞内 所有的蛇都不暴躁了 重新恢复了安静时 白小春这才松了口气 吓 吓死你家白爷爷了 还以为多的事呢 以白爷的药道造业 这都不是事 白小春得意 正要去继续炼制解药时 他忽然脚步遗产 咽下了一口唾沫 艰难的看向不远处的一条蛇 那是一条花眼蛇 全身飞速的痊愈后 居然在身体内爆发出了一股惊人的气息 这气息极强 不是修为的波动 而是单纯的肉身之力 他只是身体微微一扭 居然将一旁的一块大石 直接挤得爆开 这一幕 让白小春眼皮直挑 花眼蛇 在这洞穴内不少 虽独夜惊人 可身体却很脆弱 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气 可眼下这一幕 却是真实发生在白小春的面前 白小春呼吸极措 猛的看向其他蛇 渐渐的 他的额头浸出冷汗 尸声喊道 怎么可能啊 只见 这洞穴内十四周的所有蛇 全部都在这一顺肉身之力暴增 虽然不狂躁了 可只要他们一动 地面都在微微的遗产 无数的岩石 全部崩溃碎裂 这哪里是蛇呀 这分明是一条条 大能手中的鞭子 可以碎灭一切阻挡在前的阻碍 全部都变得力大无穷 肉身强悍 此刻轰鸣四射时 更有不少昂起头看向白小春 直奔他而来 阵法原本是可以阻挡的 但是现在 却是剧烈的摇晃 咔咔声响 甚至出现了一些碎裂的征兆 一旦阵法破开 白小春无法想象 自己面对这么多力大无穷的蛇 该怎么去对付呀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那几条 堪比拧起八层的血神蛇 竟一个个 明显比其他蛇 还要肉身强悍 撞击阵法时 远处的一条通道内 居然伸出一个硕大无比 足有一张大小的蛇头 鼓着双眼 盯着白小春 这庞然大物 仅仅舌头就有一丈 可以想象 身躯必定更为庞大 吓得白小春尖叫一声 他知道 自己闯祸了 此刻急速回到石室内 立刻打开弹炉 抓紧一切时间 要去补救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显 立刻 完成 关心 这个 感谢您的收听 打开弹炉 小春尖 过头